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选择了与诚勤的《秦妃的义》这首歌 经过了她颠覆性的改编之后 这首歌就像是为这两位选手量身定做的一样 其实 大包安琪和李嘉丹有着很大的共同之处 他们都属于流行音乐中比较另类的黑嗓台 这次正面交锋 必定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来 不得不承认 大包安琪的表现力太过强大了 她俩也用实力战胜了李嘉丹成功晋级 确实是实质名归 在比赛中 大包安琪绽放异彩 她俩的组合确实有着特别之处 一个是二次元甜味可爱型的嗓音 一个则是独特重金属感的黑嗓 她两配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化学反应 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抵挡的 大包安琪的表演结束后 李成庆就不带定了 只听她说道 这是什么歌啊 谢霆锋 你这么搞 又搞得这么好 我以后还怎么会啊 李成庆还调侃道 我以后都不敢唱这首歌了 我估计每次唱的时候 就会被她的黑嗓给呆跑了 我觉得你们这个版本 应该叫诸罗记公园之情非得意 更合适些 最可爱的就是李健了 只听她说道 我刚开始没听清 他们在唱情非得意 这次歌词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是情风得意 我就纳闷了 花老师还需要这样子吗 其实 李健也特别欣赏大包安琪 当初李健也为她俩转身 最终没有成为自己的选手 李健也特别的遗憾 有趣的是 李健竟然脱口而出 单位领导找你谈话了吗 李健这么说 其实也证明她觉得打包安琪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只不过 李健用了一种更幽默的方式 来表达了这层意思 李健还毫不掩饰的说道 说实话 我很想看第二遍 网友们都知道 大包安琪的曲风和李健是完全不同类型的 李健想重复听 这样的评价绝对是最高级的了 不得不承认 在这次谢霆锋的组内战中 大包安琪绽放异彩 甚至展现出了冠军像 很明显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 让网友们接受了这种另类的音乐形式 网友们也祝福他俩 能在这个舞台上走到最后